大家好 今天这节课是低大调练习的第六节课 我们有两条固定指的练习 同时安排了一首补充性的曲目 我们先来看固定指的练习 第十七条固定指练习 一上来就是第二把位 我们手指所能够到的最大跨度 食指按住第二把位最低的音 六弦二平的升发 小指按住一弦五平的拉 一上来这个跨度可能有的同学就会不太适应 那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拉伸动作 大家先看一下 这些拉伸动作难在哪里呢 难在我们在按住 食指跟小指的同时 还有其他的手指要往下按 所以你不妨先这样做 在拉伸的地方 先固定住一指跟四指 比如六弦的升发 一弦的拉 固定住之后 你的二指尝试往下按 按搜的音 好 然后在第五弦 食指按住C 同样小指按住一弦五平的拉 好 这是你的无名指 第三指往下按 按住升多 好 在第四弦 食指按住四弦二平的mi 好 小指 同样按住一弦五平的拉 好 无名指往下按 按住第四弦 第四平的升发 这样的拉伸动作 可能会让你的手有点酸 如果觉得有点不舒服 休息一下 再来 多来几次之后 你的手指就会越拉越开 然后我们再继续做这个练习 好 我们再看下一条 固定者练习第十八条 我们要开始接触一个新的课题 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我们的手指同一时间 只会按在一根弦上 但是从这条练习开始 我们要学习一种新的按法 就是我们的手指 可能同时要按住两到三根弦 这种按法叫做 封闭和弦式的按法 也俗称叫横按 好 封闭和弦的按法 我们会在后面的专题课程当中 再做更详细的介绍 同时这个按法呢 也是A大调练习的一个铺垫 所以请各位多加练习 我们看一下 这个横按的按法 在这条练习当中出现在哪里呢 在这里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浮面上 二弦的深多 还有三弦的拉 指法上写的都是一指 但它绝对不是分开按的 它是指我们的食指 要同时按住两根弦 当然你的手放平的话 连一弦都会按到 然后到SO再放开 在按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紧紧用虎口的力量 用夹的方式 你要把肩膀放松 用整个手臂的重量 往下沉 就好像你的手指挂在纸板上一样 可不是这样子 好 所以在运指过程当中 我们看第二小节 当你按到二指的时候 按到RE 好 这时候食指可以伸直 肩膀顺势的 帮助手臂 调整角度 然后往下放 然后到空弦SO 再放松 这个感觉 请各位仔细体会 好 请看这两条 固定值练习的示范 请看 今天这节课为大家安排的一首补充曲目 叫做Old Fashioned Song 中文翻译叫老顽固之歌 这不是一首骂人的歌 Old Fashioned的意思是指具有老派作风的绅士 那么安排这首练习曲的重点 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谱上的左手指法 我们会遇到同样的音用不同的手指去按弦 在这首曲子当中 一弦二平的声发 你会遇到用一指按弦 二指按弦 三指按弦的时候 接下来请看重点的提示 好 首先是节奏 我们看一下这个谱例 四二拍 每一拍分成两个半拍 我们是这样数的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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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看这个谱例 第二拍的后半拍 加一条连音线 连到下一小节第一拍的正拍 所以把这个反拍的音拖长 下一小节第一拍的正拍就不用数出来了 变成这样数 然后再重复多几个小节 就变成 如果你对于连音线数的不是很有把握 你可以这么尝试看看 把连音线后面那个音 本来该拖长 不用再数第二次的音 你用休止符的方式来数 比如说这样数 大大大大 用一个闭口音来数 然后实际在数的时候 心里想就好 心里想那个嗯 刚才嗯那一下 用心里想 这是一种方式 在这首曲子当中 我们看一下这首曲子第一行谱例 虽然在高音部 第一拍的正拍有一条连音线 但是第一拍的低音是要弹出来的 所以在数拍子的时候 如果你把高音低音合起来数 可以数成 然后就弹成 弹成这样子 好 首先要注意节奏 好 一开始 我们的手在第二把位 旋律第一个音是声发 我们用食指按 在第二小节最后一个音 so 这个音上面有一个连音线 连到下一小节第一拍 下一小节第一拍 我们要用三指去按住五弦的声多 好 这个时候你的左手会呈现一个横向拉伸的一个动作 因为两个手指都不能提前放开 都要按住 然后三指按的声多 是二分音符两拍的十指 把它按住保留 一直到第四小节第一拍 空弦的Re 才能把它放掉 然后声发从一指 换成二指 或者是后面 我们能够按五弦的C 这时候你的手心已经变成横向的了 好 注意这里 好 这边的反复记号 暗示我们要从头开始 但是它又有第一遍跟第二遍的一个区别 这首反复记号我们把它比喻成跳房子一样 第一遍和第二遍就像一房子跟二房子的一种区别 所以第一次演奏从第七小节接一房子 然后从头开始 手行再回到纵向手行 再次来到第七小节 接二房子 好 请注意这个反复顺序 紧接着二房子之后 我们从第九小节开始 注意 第十二小节 声发从二指 变成三指 好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按五弦的声拉 在第十六小节的时候 这个拉用十指意味着我们回到第二把位 好 然后再往下弹 左手拉伸 好 注意最后第二十三小节 回到第二把位来 这个咪是用二弦五品 用四指来按 好 最后这个咪是用空弦 那么 经过这个曲子的练习 大家应该可以能够理解 一个良好的执法安排 良好的左手运指 它可以在满足乐谱上 所有音符实质要求的同时 最大程度的保证我们演奏的流畅 好 这首曲子就是用一个固定的节奏 懂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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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来表现所谓老派作风声势的一种风格 好 请各位看示范 好 这首歌的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